霹雳小組鶴槍實彈指導竹聯邦育人會堂口 幫眾們看到遠景全副武裝只得乖乖就範 士林分局調查竹聯邦育人會插旗士林夜市自治會 實際上卻是掛羊頭賣狗肉 私下販毒偷偷賣給他命 調查發現以謝憲為首的幫派組合 具有刑破性暴力性 組織分控上面 那族涉嫌上述的集中兜案進外 去刑律假件成立士林夜市自治會 明義上迴招生 那實際上私下卻死回小地方賣毒品 愚人會被警方盯上 是因為去年12月和民眾發生行車糾紛 黑幫分子唠人來助陣 拿球棒砸車還動手殴打被害人 甚至強迫簽本票 態度非常囂張 100月7日建設計程所 由百分級專案小組 以及事情大的逼力小組警力 使台灣四連地解除 而挖制巨票以及搜索票 並分投入在雙北地區 分別查後組織 及其成員 總共有五人大案 警方掌握犯案證據 見時機承手展開攻堅行動 共帶回五名嫌犯 黑道分子原本想到夜市 成立自治會洗白 卻因為聚眾鬥毆 反倒讓自己惡行曝光 最後通通依妨礙自由罪嫌 移送法辦 記者游祥婷 台北採訪報導